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科普医生 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曙光医院的 新内科主任医师 崔松 我确实啊 99年开始 就在电视上 跟大家科普心情怀知识了 不过现在 我转战互联网 干自媒体了 很多人经常呢 就跟我说 快点更新 他们现在已经不叫我崔松了 叫我崔庚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 心血管病 应该是一个老年病 可是现在啊 发病年龄是年轻化 越来越年轻 我最年轻的患者 24岁就犯病 24岁 多么天真浪漫的年龄啊 还没什么心机 就心机梗死了 大家啊 越来越关注 心血管健康啊 不仅是因为 它是咱们国家 死亡率第一的毛病 而且因为啊 在生活当中 心脏异常 这个事啊 特别的常见 比如说 哎呀 你看到美女 帅哥了 咯噔 心动那一下 你们叫做 小鹿乱撞 我们认为 那是心脏早波 可有些人不一样 他见一个心动一次 见一个心动一次 那我们医学术语 就叫他心动过速 你们叫渣男 但是偏偏渣男啊 很容易让人心动 我就听见 我们课的小护士啊 哎呀 糟糕 那个心动过速的男人 让我心脏早波了 其实在医学健康的领域啊 男人和女人 还真的不一样 男生呢 容易得心肌梗死 而女生呢 容易得脑梗 所以说啊 男人的良性啊 容易变坏 而女人 更容易上头 所以啊 得预防起来 尤其是面对那些 心动过速的男人 有一种说法啊 说喝酒啊 对心脏好 确实有研究发现啊 适度的饮酒啊 可能可以降低 心肌梗子的发病率 不过他 喝酒喝得多啊 还是会造成很多的癌症 尤其是对肝脏不好 不过肝好不好 好像跟我心内科 没啥关系啊 不过这是个玩笑啊 做科普还是得严肃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李丹在最后剪辑的时候 只剩下那一句 喝酒对心脏好 其实相对喝酒而言啊 抽烟对心血管的危害更大 烟草啊 可以直接损害我们血管内皮 让它变成一个毛糙的东西 有个小裂缝 这样的胆固唇就钻到内皮底下 沉积在血管壁上 变成斑块 变成狭窄 最后心机梗死 可是戒烟真的很难啊 有的患者前脚刚装了支架 后脚就来问我 医生啊 我还能不能继续抽烟 我说能啊 不过你以后抽烟啊 抽一根 卷个十块钱放回去 抽一根 卷个十块钱放回去 这样你抽一包 就有两百块钱 等你凑满了两万块 又可以找我装个支架了 病人听了以后说 哦 那倒挺烧钱的 不过我负担得起啊 我说你再这么下去啊 下次就是你家人给你烧钱了 这几年啊 有的年轻人呢 非常的惜命啊 往我们心脏科啊 跑得特别平凡 因为当他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啊 他脑子里就会想到死亡 他很害怕呀 因为人死了 就没法抽烟了 可是有的年轻人就完全不怕 都被救护车啊 送到医院了 他还在说 我在网上查了 我这病没啥 吃点药就好了 我就在想 你那么性网络 你咋不叫救护车 直接送网吧 咱来个包修治疗 碰到这种情况啊 我就会把病啊 说得重一点 让他能够重视这个情况 心脏呢 才能长久的健康一点 从专业领域的术语上才说 我这种做法就叫做 语重心长 也总有人啊 后悔之前啊 这个生活方式不良啊 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年了 其实呢 根本不必担心 来得及 只要你做到啊 咱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陷酒 心理平衡 那么你活120岁都没问题 120是什么概念啊 可以领60年的退休金啊 工作才40年 冲40反60 还是长寿划算 哎呀 虽然呢 这么多年 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 说的 我都觉得挺无聊的 大家也听得烦了 但是呢 我还得继续科普 因为但凡只要有一个人 听进去 并且做到了 那就又多了一个 百岁老人 谢谢大家 我是语重心长的 崔松 大家好 我王绵 确实啊 团格给大家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创伤是吧 播出了一个月了 就南庭已经上了 三次热搜了 我听到这听 怎么还没有我们 那鱼这个审视水平 不太公平我发现 今天呢 健康转场 给大家治愈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情歌 之前写的歌不都很燥吗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健康的主题 特别适合写情歌 所以特意写了一首 老师 灯光 请欣赏歌曲 白色生死恋 白色生死恋 我还没有写了几天 今天又睡不着 所以想起她的脸 告诉自己忍住 不要跟她见面 但如果不见 痛苦又会多一天 所以我来了 所以我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 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 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 他了解我所有的过去 有家族遗伤病死 我们两个之间 没有一点点秘密 还得过自创 也不用尴尬 他总能缓和我尴尬的情绪 因为我也想当鸡飞大王 他有些时候也有点调皮 想突然考验我们的默契 会毫无防备在我面前 唱一段旋律 当他唱出美剧 啊啊啊啊 我总能解下去 第一次见面 他就叫我闭上眼 在我耳边说 你倒是增开椅子呀 我毫无保留 把真心对他展现 他掌握着我的 X光片 但是刚刚他让我有点心慌 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变了样 好像有一些话 不好意思亲口对我讲 那个 我一问 原来是要提前见我的家长 这个病确实得给家属聊一下 不要让我的爸妈紧张 所有问题我都能自己考 这么年轻 我知道因为工作 熬夜身体压健康 还好我之前买了保险 上微信服务 找腾讯微博 帮你选保险 真的懂保险 可是分别总是在所难免 转眼就来到了分开的瞬间 不知下一次 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 别走 他有点不舍 还有一点眷恋 真的别走 在我离开之前 他留下了 美好的 住院 这个病你得住院 你得住院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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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我们是高低组合 为什么叫高低组合呢 因为我们高低想再演一场漫才 说到演啊 小北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演员梦 演员很难啊 要不你先演三角形吧 演员 actor 演员不稳定啊 都这时候了 什么稳定啊 那还是三角形稳定 稳定吧 说正经的啊 其实艺考的时候 我考过表演 没有考上很遗憾 这样你陪我重现一下 我艺考的那天 好 我演我自己 那我演那天 你遇到的所有人 所有人 群像很难演啊 没关系啊 你演你的 我们演我们的 是吧 对啊 yes 哇 你进入角色好快啊 那咱们从那天早上起床开始 可以 好吧 四哥你终于醒了 没有女朋友 高中没有女朋友 宝贝你终于醒了 男的也不行啊 我是你爸 我还跟我爸睡在一起 儿子我跟你说啊 今天的艺考至关重要 考不上你将会一世无生 你终究是个废物 爸 你说话也太恶毒了吧 对啊对啊 怎么这么说我们儿子呢 我怎么跟我爸 妈睡在一起啊 怎么床上还有狗啊 老婆昨天做的饭也太辣了吧 狗是我爸呀 我们家也太奇怪了吧 这样 赶紧叫个车去考场 好吧 屋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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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不行吗 有病了差一位 有病了差一位啊 救护车还趴活吗 不是你叫一个常见的车就可以了 好吧 上车投币 公交车还行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摇摇车 汽车就可以了 汽车就可以了 汽车就可以了是吧 好了 好快的提速啊 好灵敏的操控啊 这什么车这么厉害 这是沃尔沃S60 极夜黑限量版 哇哇 哇哇 行 这车不错啊 买的时候联系你 是这样呢 去考场啊 去考场啊 我们现在考场门口 考场 好吧 有人在补装 有人在紧张 有人在练声 那时候没人做核酸啊 没有人做核酸是吧 那直接面试吧 直接面试吧 好 下一个考生 豆豆 我 和校长的女儿 好紧张啊 你会说话吗 会 你会走路吗 会 恭喜你被我们录取了呀 这关系走得也太明显了吧 下一个考生 豆豆 我 会飞吗 不会 淘汰淘汰淘汰 你别淘汰 老师你给我个机会 你考一考我基本功什么的 考基本功是吧 那个给老师来段绕口令吧 好 割胯刮框过宽钩 赶快过钩看怪狗 还能再快点吗 割胯刮框过宽钩 赶快过钩看怪狗 再快点 割胯刮框过宽钩 赶快过钩看怪狗 你这太慢了 太慢了 太慢了 你这人嘴皮子不行啊 这能有多快啊 听老师的 各块 这是啥 就两个字啊 不是老师 你考考我的专业 表演专业 考专业是吧 这样啊 老师给你个规定情境 然后老师说什么 你演什么 考考你的应变能力 现在你和你的女朋友 在危险的丛林里面探险 突然遇到了恐龙 两个人不知所作 开始接吻 老师也接一个 老师也接 老师接个电话 老师接个电话 那龙怎么办 发门口就行了 继续接 继续接 不是老师 你推荐一下剧情 好 这个时候恐龙伸出了 残暴的双手 继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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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龙 这么爱磕CP啊 这个是 Alone 什么龙 就是单独的 孤独的 无依无靠的 Alone 效果 我还是没人管你了 是吧 不管那么多了 恐龙现在跑到了你面前 说如果你回答不出我三个问题 我就要把你吃掉 恐龙怎么还提问题 什么龙 不停炫 什么龙 耳龙 什么龙一见面就喜欢助你裁员公滚 什么龙 生意兴隆 什么龙 永远见死不救 什么龙 喊破喉咙 为什么都是脑筋急转弯啊老师 因为这个故事的地点发生在罗纪公园 恐龙不是在猪罗纪公园吗 猪呢 你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 你就是猪啊 太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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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骂人也太难听了嘛 好 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出来 恐龙把你们俩逼到角落 张开血盆大口 在你女朋友耳边说道 他说什么 这老爷们要智商没智商 要个头没个头 离了算了 这演的什么桥段啊老师 恐龙让离啊 我不演了 这也太扯了 我就说演员很难吧 那还是得演三角形 谢谢大家 这个演出来也太难了 太需要新鲜感 是不是跳舞气氛就会特别好 没有音乐干跳气氛也会好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柳妍 今天特别开心 最近的梦华路确实挺火的 谢谢大家 比如我现在走在路上 有人认出我了 就会喊我 对 不像以前 大家只会追着我喊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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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我怎么活呀 都是骗子 岳云鹏没我不照样活得挺好的嘛 三娘呢是一个很敢说的人 而我在生活里啊 说话特别谨慎 所以我演三娘的时候非常过瘾 平时不敢说的话 我在剧里都能说 有一次我演的太投入了 工作人员呢都提醒导演 他台词里没这句 导演说 我知道 你没看他手里提着刀呢 他想说啥你就让他说啥 其实呢我们梦花路剧组啊 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剧组 有时候呢为了拍一个日落的镜头 一整个剧组就在那个湖边等日落 你们和刘亦菲一起等过日落吗 太难了 根本分不清哪个更美 那天其实都没有太阳 大家都只顾着看刘亦菲 都忘了看天气预报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们是非常专业的剧组 我在这个剧里有一场哭泻 演得广受好评 大家都夸我 试演得不错 真好真好 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特别会演哭戏的 刚入行的时候拍哭戏特别投入嘛 那叫哭的一个惊天地气鬼神 把自己都感动了 然后导演就说 刘云你再来一条 我说为什么我演得那么好 导演说 你自己回来看一下回放 你哭就跟笑似的 我当时就笑了 导演说 你现在别哭 开机会再哭 最近呢除了拍梦华路 我还去上了一个恋爱综艺 当那个观察员 我上那个节目 立马就被人吐槽说 柳妍 又没结过婚 几年也没谈过恋爱了 有什么资格当观察员 去给别人建议啊 那我想 那我就输出呗 我在里面就说了很多的金句 又有人说 柳妍这么清醒 活该单身 我就想说了 我这个年纪能不清醒吗 不光我清醒 男人看到我 更清醒 虽然我很清醒 但我妈还是会催我结婚 她还说 你再不找对象啊 就只能找离过婚的男人了 所以今天 来到效果文化 所以今天来到效果文化 我好害怕呀 我听说他们刚刚 已经为我打起来了 我现在已经四十家了 都说四十不获 其实我还挺多困惑的 我身边的年轻的朋友 都不带我去玩密室逃脱 你们都玩过是吧 羡慕你们 他们说了 带你玩不开心 你年纪大了 你被NPC追的时候 我们还得保护你 我说这不就是男生 带女生玩密室的初衷吗 他说 是我们就年轻的女孩 那是英雄救美 救你 那是出于道义 我现在跟男生 已经不能一信相惜了 只能英雄习英雄 但话说回来啊 很多人也挺羡慕我的 觉得我现在四十家 不结婚 不生孩子 事业有成 也挺精彩的 是吧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还是挺想有个伴的 开心的时候 哈哈哈哈 有个人陪我一起 哈哈哈哈 没有一个人陪我 好好好 我 我现在不上练宗号 但是以后说不定的 刚才蒙恩就提到了嘛 续闲吧 老伴 我还有点心动 不过要是效果的人都来 我就不上了 我可不想他们又为我打起来 我现在没有什么执念了 我不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了 生活才是第一位的 没有好的剧本啊 好的角色啊 那我就安心的生活嘛 以前呢 我是为家人打拼 现在呢 家人生活也都过得挺好的 有多好呢 我妈都开始谈恋爱了 所以呢 谈恋爱就像拍戏要等得起 拍戏你可以等日落 谈恋爱也可以等夕阳红 谢谢大家 我是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柳妍 嗨大家好 我是杨蜜 嗨 我今天来呢 是因为我爸 人称小林哥 也是一名老警察 跟李战他爸一样 但我觉得他爸打他 跟他爸是不是警察无关 我不是警察 也不是他爸 我都想打他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人人都可以打五分钟李战 我爸呢 是一个审讯警察 审讯警察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拿出一个台灯 啪 照在犯人的脸上 啊 一阵强光的晕眩下 我爸拿出一个保温杯 吹了吹 上面的茶叶末 点起一根烟 跟犯人说 想想你的家人 犯人立马流下一滴 悔恨的眼泪说 我招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电视剧里看来的 我爸还说 这样的剧本 不要接 审讯 是需要演技的 我说 爸你不早说 下一集我就出现了 好吗 我小时候呢 去拍杂志 别的模特都是经纪人陪着去的 我 警察陪着去的 可威风了 只是后来有传言说 杨幂今天工作结束 就被警察带走了 其他杂志模特问我说 你这么配合拍杂志 能剪几年啊 我 时尚圈 再逃模特 当你爸爸是一名审讯警察 你真的很难撒谎 有一次呢 我考试成绩不好 很想蒙混过关 我就拿了一堆的诗卷 放在他面前 让他签字 我爸呢 一下就识破了 跟我说 我能接受你成绩差 但不能接受你撒谎 我就老老实实 把那张不及格的诗卷 抽出来 放在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 上面的成绩说 我能接受你撒谎 但不能接受你成绩这么差 我说 爸 那你也不要撒谎嘛 我小时候呢 很淘气 有一次在家里 拿道具 手铐碗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 铐住了 我爸就叹了一口气 说 要是所有犯罪分子 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别的小朋友 在家调皮 家长会说 再这样 让警察叔叔 把你带走 只有我 直接在家里自首 审讯警察 真的很厉害 看人真的很准 很多新闻 他看一眼 就知道怎么回事 CP 一眼变真假 有一次呢 他看完脱口秀大会 跟我说 你别不信 迪丽热巴和徐志胜 假的 我说 那可不一定 徐志胜 没那么简单 任何女人 只要看他一眼 都很难忘记 迪丽热巴 上次录完节目 回来做了好久的噩梦 每次都会被笑醒 我爸呢 因为是警察 反战意识特别强 他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你跟他借三万 他就给你五千 不用还了 也不伤感情 后来有些人知道了 明明只想借五千 会假装要借三万 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都说 北京有个大善人 小林哥 为人特别热心 上次就想跟他 借二十块钱打车 上来给我五千 我呢 就受我爸的影响 我的反诈意识 也特别强 两年前 我收到一条短信 说 杨幂 涉嫌金融贷款诈骗 让我去法院出庭审理 否则将在机场 高铁站队我实施 管制 拘捕 这一看就是骗子呀 我还能被你们骗了吗 所以呀 我一边赶飞机 一边就心想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来抓我呀 我宁可被拘捕 我宁可被拘捕 也不能被诈骗 结果后来这件事 是真的 是我的网银被盗了 有人办了两千块钱的 小额贷款 你说给我冤的 两千 我 我至于吗 我至于诈骗吗 我跟我爸借就行了 我跟我爸爸呢 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虽然有的时候 我并不想谈 但他实在太专业了 真的特别感谢 我的爸爸 这么多年 在辛苦审讯犯罪分子的同时 也没有放过我 让我拥有了一个 健康快乐的童年 作为一个警察的家属呢 我也衷心希望 所有的警察都能家庭幸福 平平安安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